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一双 光看鞋盒大小就非常不一般的鞋 哈喽大家好我是山水 提到中国风的鞋子呢 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会是哪些鞋子 但是我相信啊 比起印象深刻的 更多让大家记住的 肯定是各种各样的迷之操作 有些时候真的不知道那些大牌呢 到底对于中国风这三个字是怎么理解的 那大家也可以在弹幕里面分享一下 你们觉得最迷的中国风设计 那今天要开箱这一双呢 我觉得还是做的比较用心 也比较考究的 也是来自于之前已经做过很多中国风尝试的安踏 像之前的KT5本草纲目 就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这次这双鞋呢 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鞋盒 能不能猜出来这双鞋是什么主题 那其实它是一个以李白为主题的鞋款 而这次负责这双鞋的设计师呢 叫做Robie Fuller 也是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 它其实操刀过安踏非常多经典的鞋款 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KT3 那它在加入安踏之前呢 其实也辗转过其他品牌 那除了KT系列以外呢 它其实还操刀过罗斯系列 至于这双鞋的主题李白 那我相信各位肯定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李白就是一个有位移有输出 收割能力特别强 玩起来特别炫的英雄 开个玩笑 那想必大家经历过九年易物质教育的历练 那肯定读的最多就是李白的诗 当然啊 除了他的诗以外 他最大磕特点呢 肯定就是他非常喜欢喝酒 所以他时时刻刻都会挂着个酒壶 另外在历史记载上 李白他确实是个剑客 而且号称是唐朝剑术第二 废话这么多啊 主要也是为了交代一下 这是这双鞋的文化背景 那我们也是赶紧来看一看 这次这双鞋呢 是如何呈现我以上说到这些点的 首先整个外包装呢 是一个非常纯净的白色 李白李白鞋合药牌 然后在一片白的中间呢 有一个红色的安踏印章贴纸 这种印章呢 也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国风设计 那我们打开包装 就能看到 这个里面会有一张 这样的薄膜 半透明的薄膜呢 用书法的形式 写出了李白两个大字 突破了这层膜 接下来就能看到 这次的这双鞋 以及附送的配件了 大家看这个配件啊 大概是这么33厘米长 你们可以先猜一下 里面装的是什么 拿出鞋子呢 其实我们从鞋头这一块的三个字啊 以及能看出来这次这个 剑尸九的这样一个主题 整双鞋呢 其实还是有挺多有意思的细节的 先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外观 然后大家可以来打个分 一到十分 你们会给几分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双鞋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细节 来看看这个外国人 对于中国风 对于李白的理解 到底和我们心中这个理解的 中国风和李白 是不是能够吻合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整体鞋面的设计 它其实就是用这种水墨的元素呢 做一个山水化的感觉 鞋面两侧呢都是有这样的三座山啊 也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山水化里面 讲究这种层丸叠仗的感觉 鞋舌上这个印章设计呢 我们刚才在包装上也有看到过 然后比较有意思呢 是它这次的这个鞋带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用了 这种两股线的鞋带绳 那据设计师所说呢 它这个双股线的鞋带灵感呢 其实是来自于中国人常用的筷子 看来每个外国人都逃不过 被筷子支配的恐惧 至于鞋垫 看这种一般看不到的地方呢 这双鞋设计也是没有含糊 那一只脚上呢 是用书法的形式写出了安踏的字样 然后另外一只脚呢 就是十九件的这样一个图形 两只鞋的后跟呢 中线都是印上这样一把键的图案 这双鞋我觉得做的最精髓的呢 应该是后跟这块设计 它是做成这样一个键鞘的形状 当然除了键鞘呢 我觉得也有那么一点像毛笔的笔筒 那我们仔细看了 其实发现它这里面非常用心 还用了一层软木塞的材质 总的来说我觉得后跟这种键鞘的设计 还有这种山形的支撑片呢 做的都是非常的巧妙 上脚效果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整体配色是黑白的颜色 所以它还是很好搭配的 脚管方面呢 是属于那种微微有一点软 然后也比较有韧劲的感觉 看完这双鞋的细节啊 我觉得安踏在中国风鞋款的文化上 还是挺用心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 觉得可还是不可呢 欢迎各位在弹幕或者评论给一波意见 但其实让我想到更多的 其实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 自信度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身边呢肯定会有一部分人 他潜移默化的会觉得 我们的山水化就是没有油化那么高大上 或者说你学笛子学鼓针呢 就没有你吹萨克斯或者弹钢琴来的帅 但我觉得在文化的维度上 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 应该都是平等的 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啊 自己的文化更加是要自己来坚守啊 其实我举个例子啊 像Capital今年的2020春夏呢 它其实就以中国功夫作为主题 你想想一个日本品牌 都对我们的中华文化生娃 对我们中华文化这么感兴趣 我觉得我们也是应该抱着更宽容的态度 来看我们中国风的产品 所以对于用心的中国风产品呢 我还是很乐意跟大家分享的 我都录完了才发现 我自己忘了说这个里面配件到底装的是什么 其实这样一只毛笔 而且其实不止球鞋 中国的其他文化呢 安踏也是挺重视的 像我就有看到他们6月15号呢 还会搞一个近礼拜主题的说唱直播 而且也是请到像黄旭啊 瑜伽萌这种大家比较熟悉的rapper 所以大家如果对说唱感兴趣的话 也是可以去关注一波 也不知道正在开视频的观众呢 有没有黄旭的粉丝 那这期的内容呢 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多多帮我点赞 投币收藏 转发这期视频 告诉你的朋友 用心的中国风产品 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 最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新疗的微博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bye